之前讲过三国之十一有哪些奇怪的设定 其中一点就是强到爆炸的水军 三国之十一是一款得水军得天下的游戏 斗剑竟然能满载石头 拿这些石头去敲陆地上的城池 这集带大家来看哪些城市是无敌舰队的受害者 先从北方看起 河北渤海生活圈的香平 北平 南皮 平原 北海的经济区 都会受到水军的经济制裁 北海甚至能从水上直接攻城 再来是整条黄河沿岸的城池 西起长安 洛阳 中断叶城 濮阳 一路到平原的建设区也都会被水军敲掉 也就是说只要有强盛的水军就可以控制 会压制整个河北 往南看一点淮河流域的夏培 会被水上敲到经济建设区高达十六格 这个数字永贯权三国之十一第一 再来长江流域会被水军经济制裁的城池也高达六座 包含西起的襄阳 中断的江夏 柴桑 下游的炉江 寿春 吾 当众影响最大的是江夏 江夏经济建设区100%全数会被水军K 因此我才常说 江夏是水边的一座比较大磕的城塞 不是城池 经济制裁就算了 襄阳 新野 江夏 柴桑 建业 这五座城甚至会被从水上直接丢石头攻城 若想守住这些能被水上攻击的城池 守方就必须下水引起 别无选择 而水上是一个超开阔的战场 水上没有小路可以卡 因此比的是谁量大 谁出得多谁就是赢家 也就是说今天提到的六座城池 能被水上破城的城池 通通都超级易攻难守 所以 上国之十一得水军得天下 最后附上上国之十一水军经济制裁影响范围统计表 红帝表示这个城开发的地属于高风险地区 非常容易被攻击 不需要特别绕远路就可以顺手攻击 局帝表示中度风险区 虽然路途遥远 要攻击开发地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被攻击的话还是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例如下培 灰帝表示低度风险区 路途遥远或伤害有限 例如湘平 其他还有一些虽然不能直接从水上攻击 但从港口登陆后 可以马上攻击开发地或城池 也是常见的高风险区 例如江陵的东边或是城流的西北 或是上庸登陆后可以秒杀城池